由8频道陈光第一线和958城市频道 携手推出的陈光聊新闻 每逢星期五一起关注热门新闻话题 同步在电视 电台 还有FB Live播出 那现在呢 已经连上线了 那958的听众们 大家早安 我是秀玲 家彪 还有一新 你们早安 是 秀玲 还有电视前的8频道观众朋友 大家早上好 秀玲 还有大家早上好 早安 早安 那么今天呢 是小六离校考试的第二天了 那面对六年小学生涯当中这个重要的时刻 除了考生之外呢 相信家长也会非常的紧张 那家彪和一新 你们的孩子需要参加小六会考吗 嗯 我的大女儿近年小五 所以我知道她的学校的同学们小六生涯准备会考 我也在我的日历当中画了一个日期啊 365天之后 就是我 不是我参加考试啦 就是我呢 会做好准备呢 要带领我孩子呢 完成她的考试 也不是完成考试啦 就带领她 帮助她 希望我可以帮得上嘛 不过最近我发现到她的这个学校的一些课业 我几乎呢 很多东西都不太懂了 那该怎么办呢 可能只能够在旁边给她鼓励说加油加油 是 那我的孩子呢 老大跟家彪的孩子一样 最大的是小五嘛 今年 那我自己作为母亲呢 我真的感受到了他们的压力了 你知道吗 今年开始他们的考试的事情都变得很难 然后呢 小朋友会跟我说好难哦 然后呢 你会看到家长群组里面呢 很多家长就会开始讨论说要怎么帮孩子准备啦 比方说他们会自己办这个学习营啦 又或者是会在群组里面问老师们说 啊 有什么样子的参考书 可以帮助提升小朋友的这个基础啦 备考啦等等 压力很大 嗯 其实家彪和一夕你们经历过的压力啊 我都经历过 那我的两个孩子呢 现在已经升上中学 不过几年前他们预备小留会考的情景呢 还是历历在目的 那面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考验 那不管是学生和家长呢 其实都会感受到压力 那这种情绪要怎么排解 那我们早前呢 访问了心理精神科医生吴嘉宏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小留考试期间呢 其实你可以说三到六个月之前 OK 我们一开始看到比较多的这个小留的学生来求诊 比平时会多出二三十个巴仙吧 他们的症状是 可能是情绪上面的问题啊 会比较紧张啊 比较容易发脾气啊 有些忧郁的孩子会出现哭得比较长的状况 很多时候当孩子出现忧郁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他们主要的症状其实不是说情绪低落 很多孩子呢 都会脾气比较暴躁一些 OK 会对事物比较敏感一些 但敏感呢 可能是互动之间的敏感 就是会觉得 妈妈怎么你在骂我 其实妈妈没有在骂孩子 对不对 但孩子是觉得 好像别人都不喜欢我啊 所以对人会比较敏感一些 心理医生呢 我们除了看病之余呢 我们也会给家长一些 家长病患一些辅导 OK 这辅导包括 叫他们一些放松的技巧 怎么样去学习的技巧 有很多时候 当你太过注重学习的时候 而你顾虑了平时生活上一些重要的环节 例如休息的时间啊 例如一些运动上的需要啊 如果你可以照顾到身体上的需要 给你学习比较容易一些 是的 吴医生也说呢 如果真的是有必要 他也会给考虑开药给前去看诊的病人 那心理卫生学院早前公布的调查就发现呢 我国18到34岁的青年呢 患有精神障碍的比例是最高的 大约是每5个人当中呢 就有一个人曾经有至少一种心理健康问题 那考试季节期间呢 考生和家长的压力都大 那刚才我们说过了 那有时候呢 家里有一个考生 连带全家人都神经紧绷 那今天在棚外的两位DJ 盛阳大哥还有维英呢 就找来了资深的辅导员张继霞 从他接触的个案来了解情况 你们好 你好 谢天谢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 不过当这个考试遇到压力的时候 那么除了心理医生之外呢 辅导员也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们要接受辅导的 通常会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季霞 其实一般上来找我都会是爸爸或者是妈妈 会担心孩子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考试的压力 所以一般上的孩子都会呈现几样的 就是行为上的医生可以看到到 所以我想四个东西 一个就是身体上不舒服 突然间他会肚子痛 会头痛之类的 然后看了医生回来 医生说没事 他还是继续痛 所以这个身体的 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饮食 可能晚上睡不着觉 早上起不来之类的 或者是吃饭面 他也吃得多 吃得少 就是跟一般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社交方面 可能一般上 其他人跟朋友出去打游戏之类 突然间就没有兴趣了 或是打得很多 最后一个就是情绪上的一些反应 可能一般上孩子的情绪都有起起伏伏 但是考试压力来的时候 他们会突然间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突然间很容易生气 小事态也会发脾气 或者是完全就是没有情绪 就变成是很强烈 所以就是这几个方面 如果孩子在考试期间 有这样子就是 反常 反常的这样子的行为 就是家长就可以多注意一下 是不是一个考试的起传所造成的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帮他们减压吗 家长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呢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家长如果你今天注意到 就是我要恭喜家长 因为他其实蛮了解孩子的 就是你要观察 你才知道孩子这样的反应 但是刚刚我们谈 就是要用一个关心的角度去了解 孩子今天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一个压力的反应 所以我就鼓励家长说 你要问为什么 但是你不要问 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你不 对 不是去监督的 对 而是问 为什么孩子今天会为了考试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造成他压力 因为压力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可以是今天因为我已经读了 但是我害怕我考不好 或者是我的朋友好像都懂 都是我不懂 或者是太读了 我读不到 或者是所以我们要先从好奇问 什么东西是造成孩子的压力的来源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去针对 孩子那个压力的来源 才能帮助他 对 那么根据季晓刚才的这个个案来讲 我发觉到这个 是不是这个孩子的压力来自家长的特别多 家长要减压了 是不是 其实这个应该是讲给家长 怎么帮助家长减压 对不对 这样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说的是 我们自己要先冷静 因为你可能想像你孩子已经那么重的压力了 然后我们在想 你可以吗 你可以吗 他就会说 我 这样 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冷静 因为我们冷静 我们才能够更好去帮助孩子了解他的情况 所以这压力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不要比较 不要说有那么小的事情 为什么你这样子 你快点好像还可以好好的去专心读书 所以不要用这样子的负面的言语 去所谓的鼓励孩子 更好的就是跟他 你到底今天妈妈观察你今天的心相 好像比较负面一点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先去了解关心关怀 然后了解之后才从中去帮助他解决那个问题 家长不要太紧张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季霞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季霞 谢谢 是的 除了学业成绩 孩子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的 而家长除了是关注孩子的需要 也需要先照顾好自己 做个快乐的父母 孩子才能够在愉快 感觉被接纳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 好了 今天的陈光聊新闻就聊到这里 感谢四位DJ还有嘉宾们的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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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